各位Omiya粉丝团的粉丝 还有莫知四言会的粉丝们 大家晚安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可爱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莫知老师来为我们示范一个四言会 那什么是四言会呢 可能有一些粉丝我们 不是很了解四言会到底是什么 其实四言会它是一种 凸显人物的脸部的特征 或者是捕捉您的脸部的神情的神韵 然后化成了一张脸部的肖像画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在四言会这个领域 有非常非常丰富经验的莫知老师 我们欢迎莫知老师 大家好 是 莫知老师呢 在四言会的这个部分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今天好不容易请到莫知老师 我们下半场呢会请莫知老师 直接在我们直播现场 绘画创作一幅现场的迷人四言会 那我们也邀请电脑前或者是手机前的您呢 一起来跟我们猜一猜今天莫知老师 画的这一个人物到底是谁 在画画之前的话 我们就是先要把他留一个天地嘛 才不会这个跑出来的嘛 鼻子很挺 有些男性的鼻子也要很挺一点 因为是洋人的关系 哦 老师给了第二个提示 他是个洋人 他的特色嘛 他的特色会像眼睛 哦 他眼睛就感觉好像有睫毛 OK 我觉得啦 我会先把光线抓出来 然后就是假设性的光线 因为你照片也不见得会有真的光线 是 你看就是